我是婉思 我是个哲学教育工作者 同时也在推广儿童考古 其实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都是从事人骨研究 就是跟死人打交道 那哲学 我甚至已经忘记这件事情 然后到我博士毕业之后 我找到了第一分教职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 我就开始怀疑说 这是我要的人生吗 这是我一辈子想要做的工作吗 后来我自己在MGO的时候 也看了一些很多 很现实层面的事情 我觉得MGO它可能可以解决 当下的一些问题 但是它可能没办法 很永远地杜绝 我们现在世界里面 所发生的一些现象 后来我想起数费的世界桌 然后我就重读了一遍 我发现说哲学它其实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世界并不是说 去改变那些问题而已 其实最主要这些问题的来源是人 我们其实应该要从人出发 那人怎么出发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都是跟我们的观念 包括我们的成长背景 我们的教育背景是有关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要解决问题的话 你一定要回到最终 最原来最初的地方 我觉得哲学它作为一个工具 它可以棒到我们这个忙 TX磁场街走过一个年代 月向无限精彩 10月12日我们年会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